老是瞎说这种话干什么了一天天的 其他话就不会说了是吧 我怎么了吧 话有意打 我不是玩 怎么老是叫无保护干什么了 天天 天天这样去说八百遍 我怎么就是无保护了 那有些人你们怎么就不说呢 非要去说我 那有些男 那有些男主播 对不对 那裤子都能提到耳朵根了 你们也没见你们去说 为什么我做个什么 你们都老是乱说干什么了 我怎么就成无保护了 哥姐妹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吃法 叫烧鹅 叫烧鹅 很多人没有吃过 老是在那乱说 说我是野人 你们就没有自己的风俗吗 对不对 老是说这种话干什么了 对不对 我烤完之后我又没说不吃 老是瞎说这种话干什么呢 除了这些 其他话就不会讲了吧 喜欢小赵 也跟小赵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来自河南 接近22岁 我不相信我的直播间里 老是说这种话 就送一颗小鞋给小赵 等到我下播的时候 就看有多少人喜欢过 喜欢我 哥姐们 我们这边叫烧鹅 就是烧成这样金黄色 金黄色 上面这一部分被我烧糊了 火有点大 就烧到就这种金黄色 我们这边叫烧鹅 我是河南 河南人 这是我们这边的 我村里面的风俗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没有吃过不代表他没有啊 老是瞎说干什么了 对我们这边叫烧鹅 先把它烧一下 把多鱼 多鱼的油给烧 给烧一下 然后放到锅上面去盛 然后这那样的鸭子就不会很腻 我没有浪费 我们这边就这样 对不对 老是瞎说干什么 我都发誓 我们这边真的有这样的去吃法 老是说这种干什么 我怎么了 老是去说这种话干什么了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老是这样去说说说的 喜欢小招给小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一个小星星点点赞 哥姐妹大礼物不用送给小招 我就想证明一下 我直播间里多人喜欢我 难道我直播间里人 都是说这种话的吗 天天说七八百遍这种 我这样吃法怎么就是野人了吗 对不对 难道这样吃法就是小野人吗 怎么老是这样去招摇我干什么了 没有活 没有活 这块怎么活了呢 就就没有活 老是瞎说干什么了 我来自河南 哥姐们 喜欢小招给小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吃法 小的时候家里穷可能就是没有蒸锣 这样整的话就是把油给整出来 然后吃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腻了 哥姐们就烤成这个样子 上面这块有点糊 刚刚火有点大 就烤成看 这已经很很脆的 很酥脆的 慢慢的小火烘烤就可以了 老师说这种话干什么了 难道我就是我家里穷你们就老是给我起绰号是不是啊 怎么这样子去给我起绰号呢 我怎么了吗 就因为我长得黑就再讲我叫野驴吗 对不对 再咱来杀刷 喜欢小招给小招也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一颗小鲜给小招哥姐吧 等到我下播的时候 就看有多少人喜欢过小招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说我是野人 难道就因为我家里穷 你们老是叫我小野人吗 长得黑也是一种错吗 老是给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 给我听干什么了 我怎么了吗 这个鸭屁股 这个鸭屁股留给我爷爷吃 把这个鸭屁股上面油给烧出来之后 然后给我爷爷吃 很香的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吃的 老是瞎说干什么了 我怎么就成野人了 老是说烧给村长吃 我为什么要欢迎我五金哥 我烧 我烧给村长吃干什么 我在你们面前老是把七八十岁老头 付给我干什么 哥姐吧 他们老是有些人老是把七八十岁了大猴子储给我说我跟他们相好这那那这的过不过分呢 那谁不会生气啊 难道就因为我家里穷你们就把这些七八十岁老头子介绍给我是不是说我跟村长这好那好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呢我吃个东西你们又说我是野人那我该怎么做你们才会开心啊那有些男主播哥姐们你们抱我平平脸那有些男主播的裤子都能提到 耳朵根了都能提到耳朵根了我也没见你们去说还咱那当小迷地对不对 那为什么非要说我呢我我烤个鸡怎么了烤个鸭又怎么了吗 那有些男主播跳个我那裤子都能提到脖子这块了有没有刷到过的哥姐们扣个夜 对不对 我一我也没见你们去说人家还说人家帅啊说人家有魅力咱那当小迷地那我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去说我呢我做什么了吗 喜欢小招理解小招的哥姐们给小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送一颗小星星 等到我下播的时候我就看有多少人喜欢过我 不知我什么样的都是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是 咱们给送礼物谢谢东正格咱们给东正格也点点关注 我们家吃法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撒谎就看这样吗哥姐们就烤成这样焦黄 不要烤成这样这样是我刚烤糊掉了就烤成亮金黄色 然后再放到铁锅上面蒸一下 特别特别香一点都不腻的 老师这样说干什么 教授来了欢迎你们来我这波间 瞎说干什么你天天的就会这样瞎说是不是 我家里我家里很穷 难道求你们就这样去说我吗对不对那谁不会生气 再咋了瞎说 我都搞不懂我村长都七八十岁了为什么老师把我除给村长干什么 我我都搞不懂哪都就因为我家里穷老师把七八十岁老头除给我是不是 老师说我跟村东头的五宝户约会 一会儿又说我跟村长相好的你们就会这样去说了是不是我做个东西你们又说我是野人我怎么了吗 老师给我起各种抽号干什么了 喜欢小招给小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送一颗信息点点赞哥姐们我上面有个喜悦单 等到我下播的时候就看看有多少人喜欢过小招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说这种话的是不是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再咱咱去瞎说 家里穷是一种匆忙哥姐们这是我家很多人老是说 说这说那了这是我家我家的冰箱 不雷下拉底这是我家的洗衣机是我爷爷从那个 受破烂的地方逃过来的 对不对难道家里穷也是一种匆忙 那谁家有钱谁不想有钱呢 对不对 老师咱咱去说干什么了 我怎么了吗 我来自河南今年今年22 就我们这边的特色做法 谢谢莫斯科咱们给送礼物的哥哥也点点关注 喜欢小招给小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不用送小招大理我 你们挣钱也都不容易 给小招送一颗星星点点栽就好 我下不就想看看 多人喜欢 我这个农村小妹 我就知足了 谢谢莫斯科 怎么给绑上哥一点点关注 不用给小招送大理我哥姐吧 喜欢小招给小招就送一颗小鞋一点点栽就好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家里球是一种错吗 为什么老师那样去瞎说 我只是花了哥姐们我们农村 这个鸭子我才花了18块钱买的 对不对 哪里错了吗 为什么老师说这说那的呢 就因为家就因为家里球吗 就老是把我介绍给七八十岁老头天天给我发私信说 我跟老头去约会这那那这的你们 过不过分就会这事的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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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黑也是我的错吧 你们嫌弃我黑 不要怪我呀 对不对 我奶奶也很黑 你们要怪对不对 怪我干什么 我想黑吗 我生下来对不对 我就记忆已经注定好了 老师说我黑干什么了 一天天的就会这样是的是不是 村长敲什么蛮 这个叫爱好者的 大老头子天天来找我玩干什么 老师造谣干什么了 怎么给 喜欢小张给小张送一颗小信息点点赞就好 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看有多多人喜欢我我看有多多人喜欢我 我来自河南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做法 哥姐们你们要是来我们这边旅游玩的话我给你们做这种吃法好不好 把一是书记咱们给绑上哥也点点关注 呀 咱们给我把上哥哥点点关注 谢谢教授教授是你吗 不用给小张送礼物哥姐吧不用送 教授哥哥哥不用给小张 喜欢小张给小张送一颗小信息点赞就好我看有多人喜欢我 不用给小张送了 对喜欢小张给小张就送一颗小信息 再咱拿去瞎说 这是什么啊这鞋怎么还带肥的呢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教授哥哥哥不用送了到时候来我家我亲吃烤鸭 老师讲到下说什么了 就因为这样累 穷吗 你们老师这样去说我我我这两天吃饭我我都那什么我这两天吃饭都含着泪吃的 为什么非非要让我这样你们就开心了我怎么了吗一天天的 洗澡很多人逼我去洗澡 那我哥姐们你们看我家吧四面漏风的让我怎么去洗吗你现在大冷天的让我洗个澡不跟裸奔一样一样的吗是不是啊哥姐们我都说了天机好了小张会去洗的不要再去现在大冷天的难道我就去洗澡吗 那我爷爷那我爷爷娶我奶奶的时候我奶奶一个月都不洗那头上都脖子上面都是灰不是照样能整出去吗是不是 老师从老师这样去说干什么了我好的找不到对不对我差的还没人要我吧你们老师这样去说我伤不伤心啊 干什么这样去说的啊 干什么这样去说的啊 啊 我们这边的吃法就是这个样子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真的没撒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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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老不信我我怎么做你们才会相信 喜欢我给小赵点个免费的关注送一颗小星给点赞等到我下播的时候就看看有多人送个小星星给小赵让我知道知道我还是有人喜欢我的 再咋的去胡咧咧 我黑是我的错吗老是嫌弃我黑 哥姐们你们来我家做客的话我请你们吃烤呀 好不好村长来找我 一个大老头子他不去找找别人玩他找一个小姑娘玩干什么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啊一个七八十岁老头我俩怎么这么喜欢玩天天在一起吧老是这样说干什么了 哥姐们我不是嫌弃七八十岁的大哥哥们我只是觉得我们单纯的有点不合适 你看我们的话题中间隔了几代狗啊我们中间都隔了一条黄河啊对不对能说到一起去吗 天天说老头找我玩干什么了啊 对好比那七八十岁的是吧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就说哎今天春冬头啊谁买菜欠了我五块钱李大爷欠了我五块钱对不对 一会又说一会又说啊跟这个 他他他孙子又打他了对不对是这样的话题我也听不懂呀对不对你们老头之间的话题我怎么能听得懂呢我都说啊啊我只能这样是的是不是那我的话题是什么我的话题就是啊我今天看到哪个电视剧我又喜欢了哪件衣服老头也不知道啊说你讲的啥呀不懂装懂也只能啊啊明明两个人都会说话的人 为什么老是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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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比划是不是啊我想这个事情是因为想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真的不合适 再咱咱去瞎说 喜欢小招的歌姐们理解我的给小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送一颗小喜喜点点赞 没有金链子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带的装饰品你们不要去瞎说了干好不好 再咱咱去瞎说 我笑也不对不笑也不对那你们说那你们说我该做什么的啊 再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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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